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 即便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成所行的事 就设诡计假冲使者 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剁在驴上 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 把旧衣服穿在身上 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 长了没了 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 对他和以色列人说 我们是从远方来的 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以色列人对这些西位人说 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 若是这样 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他们对约书亚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书亚问他们说 你们是什么人 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说 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 是因听见耶和华女神的名声 和她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 并她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就是西石本王西红 和在亚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一切所行的事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纳地的一切居民 对我们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 去迎接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 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 还是热的 看啊 现在都干了 长了没了 这批酒袋 我们成久的时候 还是新的 看啊 现在已经破裂 我们这衣服和鞋 因为道路甚远 也都穿旧了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 与他们立约 容他们活着 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启示 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 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禁灵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 以色列人起行 第三天 到了他们的成义 就是鸡变 鸡飞拉 比鲁 鸡列耶铃 因为会众的首领 已经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启示 所以以色列人不急杀他们 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 众首领对全会众说 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启示 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 我们要如此待他们 容他们活着 免得有愤怒 因我们所起的事 临到我们身上 首领又对会众说 要容他们活着 于是他们为全会众 做了劈柴挑水的人 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 约书亚召了他们来 对他们说 为什么欺宏我们说 我们离你们甚远呢 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 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 你们中间的人 必断不了做奴仆 为我神的殿 做劈柴挑水的人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 耶和华你的神 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把这全地赐给你们 并在你们面前灭绝 这地的一切居民 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 甚怕丧命 就行了这事 现在我们在你手中 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 就怎样做吧 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 就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 当日 约书亚使他们在 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 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 做劈柴挑水的人 直到今日 即便其实是迦南地的一个大城 兵力甚至比爱城还要大 但他们却用坏掉的柄 和破掉的鞋 眼泪出戏 假装自己 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过来寻求盟友的外族人 于是 以色列人 从此必须遵守誓言 不得杀害 即便人 这也就违背了 神当初吩咐他们 要清理整个加南地的命令 后来 即便人也确实成为了 以色列的心头大患 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 约书亚实在被骗得好冤枉 但是经文特地去提到他们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相信这就是神 要我们学习到的功课 鼓励你 当我们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 或是失去人生方向的时候 记得来到神的面前 相信祂的指引 会成为你最好的选择 与帮助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苏 我要在人生中的 每个十字路口寻求你 求你的亮光带领我 以你的智慧与平安 为我指引方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让神的话语 成为你矫情的灯 路上的光 使你的人生走往祝福的方向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